我擦粉了 黄河远上 白云一片 枪笛何须院 杨柳春风不渡雨门关 作者王志焕 不来啦不来啦 去去去去 这一定是我来之前现场导演教你们的 你们这个态度就说明你们还试验过 一定有人带着你们喊过这个 没有 你们都学会说瞎话了你们 好不好 你们开心就好 谢谢爸 来的这么些人很开心 都买票了吗 没有 说没有这个是实话 谁瞪眼说瞎话还说有 少来这套 棚里边录评书还要票 有王法没有了 没有 真没有 你们要是有人说你们别看录像去吧 郭德纲说书 一张票多少钱上那 你们可千万别上当 啊 你就一定要举报他 哎 罚他五十块钱咱俩人分啊 这肯定肯定没有票啊 要票干嘛 您来捧来我就开心 这不是 那错不了啊 不是在剧场啊 剧场抢票不好抢吧 你看你看啊 相声不好抢 最近德运鼓曲设的票你能 怪对不起各位的啊 那个那天好像一开票 鼓曲的票也抢光了 有朋友唱大鼓的 我说你听说了吗 我说你看大伙多捧啊 票一出就没了 唱大鼓这种讲话 说你们是顾黄牛自己抢空的啊 这以后就得多演各位才能看是吧 好吧 一定要多演多卖票 不送票啊 不送票 这个我看那天谁跟我说的 网上你看看德云社写的赠票 你看看啊 还弄得我好惭愧啊 从这个从古至今呢 搞演出的呀 他都是在票物里边会流出一部分红票 记住了啊 这个票里边啊 不管是唱京剧唱这唱那个 说像是演大鼓啊 哎 你说唐宋元明咱不敢说 反打清朝之后到民国没唱演出 按规矩来说一定要有赠票 这个赠票叫红票 所以这个票本身是不在售票范围之内的 我们也是如此 因为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体育馆也罢 什么大型演出也罢 每场必须有这么些个按一定的比例来说吧 哎 这个票会盖一张写着赠票 不让你卖 但你要非拿这数出来 德云社终于赠票了 这不跟你们玩了 那种啊 你这装糊涂啊 但是过去呢 还有的演员一挑班 有压力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 为什么呢 他有的演员自己得花钱买的红票 说你要唱戏了 我在哪个哪个剧场 这剧场一千人 明明我来唱戏了 戏员的也得问你 您自个能负担点红票吗 就是因为你的能力卖不了票 你又非得唱 那怎么办呢 你自个买点票吧 你安排人 所以这个情况也是有的啊 但是我们这些年我们不送 卖还不够卖这个 再送买什么干赔了 那一定是 一定是你们过黄牛自己买的票 他说完我乐了 但是也不能解释啊 33层天 一层天 一个境界 不在其位 你不明白什么样 真的啊 你全世界挑一个最有钱的人 人家那个日子 咱也不知道怎么过的 对不对 不理解 但是好在咱不理解 咱不瞎说啊 省得让人笑话再 哎呦呦 说了半天闲本了 可不得了了 这句话是不是他们教你们的 再聊会儿 那我再考一个啊 上回说说了哪了 他们教的 一定是 这回说不能忘啊 因为这个张飞惹祸了 看过上回的可能都有印象啊 你看这大姐乐了啊 他知道张飞如愿以偿 终于跟吕布打起来了 这俩人对着骂街骂了好多回了 终于这回打起来了 好家伙 冰光五四真刀真枪 又擦胭脂又磨粉玩了命 打起来了啊 刘玄德在城楼上看着不能再打了 本来咱就理亏啊 这吕布派人买马去 这马打这过一百来匹 张飞看着不错 刘玄宝 凭什么就给人留下了 把马留下了 留下马人家还不找来吗 这一找来打起来了 刘备吩咐一声 明金收兵 明金 有的是打一个云板 金属的这么一个片 一敲起来当当当 有的就直接筛锣 反正是一个响气 两军阵前这正打的多热呢 一听身背后明金了 就是声音起来了 就赶紧退兵 这是规矩 这两人正打着呢 对方打马上掉下来了 我把这枪拿起来奔在嗓子去 就这一下就能扎死了 这过程当中后边 苍郎郎 明金了 我必须撤回来 搏砖砖码头收工 说这会咔嚓一下子 我把他扎死了 回到营来 不但无功 反而有罪 为什么呢 你违反了军法 军令如山倒 可能明金的目的就是让你别伤害他 你一逞弄 我把他弄死吧 这不行 所以说赶紧吩咐一声明金 明金那就没办法了 张三爷回来了 回来之后意犹未尽的 尤其好打架的这个主 您是了解的 反正不是你弄死我 就我弄死你 只要你没弄死我 我这瘾就过不了 回来了 哎呀这一进屋 你瞧这俩哥哥在这 官二爷呢 也不睁眼 也不是不睁眼 睁眼也那样 我才没单封眼呢 他眼睛老是似蜜蜂不蜜蜂的 民间传说嘛 官二爷一睁眼要杀人了 你看京剧舞台上 官老爷永远就是啊 蜜蜂眼 多得你这样 要出事了就 所以呢二爷这 就这么呆着 刘玄德在旁边坐着 就低着头 也不老说话 张飞站在那儿 张飞这毛们都来了 浑身痒痒啊 快过这儿快过那儿 为什么呢 尴尬 人尴尬的时候 他才找事干的 知道吗 半天 大爷瞧瞧他 这儿 哼 他这儿 哼 真是当亲哥哥一样 他跟别人不这样 别人你敢这儿 哼 他啪给你嘴巴去啊 跟大哥他不敢 还真是惹祸了啊 看 老半天的功夫 玄德叹了口气 哎 我说你什么好呢 啊 地上的祸你不惹 你竟惹着天上的祸 说的对吗 对 为什么呀 咱们现在跟吕布实力太悬殊 吕布那儿手底下三千多人 关键他这三千多人 特种兵 他一个人盯十个人用 又何况有吕布 咱仨捆的一块打不过人家 咱也不是没捆过是不是 后来吕布给你解开 咱打不过人家 咱将打不过人家 咱那个兵跟人家没法比 咱们是在这也招些个人 招些个兵 有点人 咱招人敬老百姓啊 是吧 种地嫌累 向这当兵来 那他打得过特种兵吗 对不对 他种地都没劲 你琢磨琢磨 咱跟人家没法比 这会儿就好好待着他的实实 跟这忍着 你惹这个祸 哎呀 数着他几句 他倒是听话 哎 是 您不老说吗 咱们咱们跟吕布得好好的 是啊 咱得跟他好好的 是我没拿着当外人 啊 没拿当外人 所以他买着马 我觉得就是咱的马 这胡说八道你这是 啊 啊 你现如今人家找了 你看 那是他不是人 是吧 我拿着当亲戚 他不拿我当亲戚 你马 流血就完了 凭什么就完了呀啊 二爷关羽跟着霍西尼 劝几句 那你能说他什么呀 关键哥儿仨又这么好 怎么办呢 把孙先生请来吧 谋士孙谦 孙先生您看现在这事儿 孙先生也直作压花子 哎呀 三爷您这个 你看孙先生说我做的对 我没说 我没说 我看您在那样想夸我 我夸您什么 您这个 这个 主公啊 说刘备 咱们得把马给人送回去 送回去 您给人写封信吧 写封信 您给人客气客气 道个歉 我去一趟吧 我去一趟 看看能不能好言宽慰啊 啊 好好好 一德 喊张飞 一德 那马都在哪儿了 哎 这 有几个庙 啊 我看那什么 和老道尼姑都闲着了 我让他们给喂马的 哎你太觉得了你啊 哈哈哈 一帮出家人给他炸草喂马啊 啊 写信吧 把纸撑开了 刘玄德 亲爱的布布 哈哈哈 实在是对不起你 啊 我们家老三又喝多了啊 啊 请你原谅 他把那马看错了 现在我们给您送回去 啊 然后道歉 我这儿鞠躬了啊 类似这话呗 写完了 麻烦孙先生来一趟吧 去边呢 叫 孙谦 带着书信 打这儿出来 面见吕布 这一见面 就知道是必有所干 孙先生来了 是 有封信 宣德功 给您的 啊 好 吕布接过来看看 嗯 挺客气 啊 吕布这个人最大特点是耳软心活 啊 谁出独意都爱听 嗯 谁挑撕他 他都信 有勇无谋嘛 挺好 孙谦哪 多聪明啊 人有人才 文有文才 又会说 啊 我这话说的特别的圆圈 抹西泥抹的这个云呢 哎呀 就抹吕布这张脸啊 五官都给你抹平了 嗯 嗯 高兴 这说完了 啊那得了 没问题了 我 我不跟张三一般见识 啊 那个马送回来就得了 哎是是您放心 这都说完了 孙谦走了 孙谦刚走 这一开门进了一人 谁呀 陈公 就是吕布的谋事 吕布要是处处的听陈公的话 这个三分天下最起码 三分之二是他一人的 他就是因为不听陈公的 最后落到那个下场 而坐屋里 陈公进来了 封先 哦 龚台兄 孙谦来了 啊 我封信 您看看 嗯 接过来看看 看完了放下 然后呢 然后就完了呗 哈哈哈哈 哎呀 以后咱们也加小心 哎 咱们那个再买马绕了点他走 哈哈哈哈 他买什么都躲他远点啊 就行了 陈公瞧去了 哎 陈公这个人最大特点呢 从一耳中 我保定一个人了 我不能再保别人 嗯 要换着这个能力来说 退一半步也不该跟着你 叹了口气 这事不能就这么完呢 什么意思 这个事马送回来就完了吗 哎呀 得亏您提醒我 让他赔钱 哈哈哈哈 您哪 借这个机会 杀刘备吧 这马不是刘备抢的呀 哈哈哈 陈公新说 我跟你掰斥不轻了 嗯 刘备 不是池中之物 池中之物 过去不老说这个吗 蛟龙并非池中之物 一遇风雨即便腾空 能在池子里养的 虾米 皮皮虾 是吧 螃蟹 海鲜呗是吧 河鲜海鲜 这是可以的 您看谁去池子里养龙啊 养大 拿蛇牵着出去遛龙去 是吧 蛟龙未遇 隐身在鱼虾之内是可以的 龙没辙了 跟皮皮虾啊 跟海虹啊 小螃蟹啊 啊 跟这些东西在一块 你等的成功了吧 调养生息 鳞片长足了 那鸡就立起来了 须子也满了 咔啦啦 一个雷紧跟着 噗隆隆 他就起来了 他不能跟海鲜为伍 对吧 这个说的就是刘备 他不是池中之物 你指望他跟这忍着 他就是这一会儿 陈公看人看得准呢 你就这样了 就拿这个当个借口 打刘备 刘国文章全杀 一个咱们都不能留 吕布点点头 好 听话 没脑子 耳软心活吗 你听听说 胡托里边老太太跟这聊天 孩子们一说什么 老太太过去捏捏耳朵 这孩子耳朵软 咱就说吕布这个人 耳软心活呀 干大事自个儿没准主意 这不行 这不像曹操 曹操跟前养这么些个谋士的 有点什么事啊 各位我要办这事 大伙出主意吧 得听大伙的 你先说 都说完了 他得为主心骨 他说的不对 这个说有道理 得把他跟他这主意揉了一块 我们才能办这个事 你是干大事的吗 你得有主意 你还得听别人的主意 这很重要 他这个自本又没主意 别人谁说都对 你这就要了亲命了 到最后葬送了自己 但是呢 他听陈公的 虽然说不见得每件事都听吧 这事他听了 好的 让打都打呗 调齐了八元大将 带着自己这几千人 攻打小配 孙谦刚回去了 玄德公您放心 事我给您都办妥了 奉献怎么样啊 很开心 很开心 满面对欢 说咱们还是好弟兄 跟您有交情 没问题 以后这个事情 他也不会记在心里面 您踏实住了 哎呀 好 谢天谢地啊 抱 进来了啊 什么事情 你不来了 找他喝酒 不是 带人打仗来了 张飞乐 你看我说什么来了 是不是就应该把他的马留下 嗯 行了吧 还不够你煎乱的 来吧 咱们开会吧 镜盛开会了 刘关张 孙谦 弥竹 坐了一块 杀了这个事 怎么办 如果正面交锋对垒 咱们胜算占多少 大伙算这概率 最后一算咱们没有胜算 肯定是人家全胜 人家这大祸全胜 便敲金正强 其唱凯格怀 咱们咱们就捆上了 啊 咱们就捆上了 那怎么办呢 张四爷站起来了 咱跑吧 哎 兄弟你这主意出的好啊 你看又能惹祸又能逃跑啊 分析啊 跑也分怎么个跑法 往哪跑啊 对不对 他这不是说俩臭贼 出去偷自行车去了 本地看见赶紧跑吧 跑哪是哪 翻墙头啊 钻在坑里边 你这拉家带口啊 你不管多小 你也算是一阵诸侯啊 咱们都有个落脚的地儿啊 商量来商量去 咱们只能弃了小配 投奔草草 那是咱们唯一的出路 大伙一言就对 而且不能再想了 为什么呢 时间紧急 你再想吕布进屋了 对吧 他会参加会议了就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啊 谁打这前站 当这先锋 人家外部给你围住了 你要做的是开个城门 带人往外跑 你打前阵的是谁 这个很重要 打前阵你让孙谦那就算完了 对吧 还不如直接投降 老爷体面 对吧 张飞一排熊仆子 我来 大伙点点头 确实得你来 最后商量这事儿 张飞打头阵 关羽断后 在政当中 刘玄德护送了这些个家属 女眷以及文武大臣 咱们得走啊 得排好这个队 赶紧收拾吧 战乱年代啊 你说当他们的家属也不容易 什么叫买房子 制地啊 装修啊 跟他们一概没关系 就是烙一好身体 睡半夜 且且且 走 走了 宁为太平犬 莫为离乱人呐 说的就是这个 规制吧 家属女眷都起来了啊 简简单单化好妆吧 也别大规制了 来不及了 打开了城门 张义德疯了一样 骑着马 端着帐巴蛇苗 往外叫冲 好家伙 打得跟热窑似的 刘玄德拿着这小宝剑 不止一次提这宝剑 每次一说想乐 双骨剑 三斤 一斤半一个 我这扇子但凡要在大边就得一斤 反正也鼓舞士气是吧 最起码两斤认钱他还能敲哈 当当当 就当玉子板那么用呗 往外就冲 还有一些个兵丁护着两边 到最后 冠军长 青龙燕月刀 横在手中 沙沙侃侃 其实要感谢吕布 怎么呢 到后来吕布也没让人追 如果人家说那必须一个都不能跑 真走不了 真走不了 但是吕布也没有 来了来了 你们抵挡一阵吧 说跑了 跑了 跑了吧 得了 就算了吧 你们这都走了 人家吕布带人进小配 人接收去了 都归着归着啊 都是人家的啊 他上哪去 咱不管 点断结束 有打小配成钟 刘关张算是逃出来了 离着许都这儿 二十里 安营扎寨 大伙儿跟这儿算是喘口气 马上 就看见曹子了 咱们得商量商量 谁去啊 怎么见曹子说这个事儿啊 孙谦说还是我去吧 因为有没有别人了啊 我先去 探探曹梦德的口风 看他是怎么想的 好 先生多加小心 那么说刘备他们有打小配出来 曹子知道吗 知道 那年头虽然说没有什么网络 没有这个定位 那个监控 但是来说 从曹子的角度出发 天下的事情随时随地 会有人汇报的 尤其你好奔许都来了 来这么些人 他能不知道吗 就知道了 等着吧 反正也不在乎这个 这是听人报 说孙谦求见 哦 好 快请 请孙先生 孙谦来了 见面先客气呗 曹子也挺客气 曹子那个人笑面虎啊 素质又高 他不能一见面瓶大嘴的 如何如何 他不能那做啊 快速快速 满面春风 最近挺好的 哎呀不太好 哈哈哈哈 啊 我跟您说呀 我保着宣德公 我们有打小配成中出来了 被吕布揭杀 哎呀 吕布这个人哪 这说点吕布的不是 啊 我们现如今在这儿 他这儿说着呢 曹子就一直微笑着 哦 哎呀呀 哈哈 是是是 哎 很给面子 啊 爱听都爱听的这个太爱 都让你觉得和蔼可亲 嗯 这都说完了啊 所以说宣德公命我来 先拜见您啊 不敢贸然前来 恐有失礼法 那为什么他没来呢 就是哎 我给您打招呼 省得没有礼貌 其实不是 他怕愣来一进门 呼可逮着他了啊 快拿脑子来我弄死他吧 怕这个 但是官面的话不能那么说呀 我先来跟您打个招呼 怕他冒然来惊动您不礼貌 曹子乐了 哈哈哈哈 玄德 我弟也 玄德我弟弟 这句话一说 孙谦就踏实了 哦 是是是 哎呀 快请他前来 我自有伪用 快来吧 啊 吃香的喝辣的 哎 要什么有什么 我说了算 他说了算吧 说了算 没有比他说了算的 他手里边攥着皇上 歇天子以令诸侯 皇上是个傀儡啊 想让谁当官啊 想让谁怎样是曹子说了算 都他安排完了才告诉你 所以他的身份实际上是凌驾于皇权之上 啊 没问题啊 嗯 请玄德公来 我弟兄 一会 这个话说的很暖人心 现在这个身份了 人家还能说叫他来 我们哥们有年头没见了 这就不一样 啊 并没有用我的身份 我的官微来说 换他前来 没有这样 所以 孙前回来之后 跟刘备一说 刘备算是喘口气 怎么呢 为什么在这扎营 就等着消息 如果那说不行 不行 马上就得跑 而且还得快跑 因为他说不行 保不齐就派人就追我们来了 啊 这说完之后 就踏实了 好 那明日我到许都去念见蒙德公 大伙也算踏实了 到转天 啊 这个村前跟着 只是保着刘备一个人 这关羽张飞没跟着去 怎么呢 在营盘这保护家眷 万事没落定的情况下 不能贸然行动 孙前保着 刘备来再聊许都 他要面见曹操 哎呦 俩人一见面 您猜怎么着 下回再说 新山竹影几千秋 云所高飞水自流 万里长江飘于带 一轮银月滚金秋 源自湖北三千里 进到江南十六州 美景一时观不透 天缘有份 再来有 不来了 不来了 你看刚才这一个切开分两回卖的 知道吗 我就防备你们这个 谢谢吧 多开心是吧 我这个岁数越来越大了 你们老这么鼓励我 我已经是个年近半百的老人了 你才未成年呢 未成年不能出来挣钱 你不知道吗 这是毁我呀 你就要回来平台告诉我 观众说您未成年 这几期不给钱了 算你算我的 也一晃 我十六岁打天津出来 刚到北京的时候 觉得这是叔叔 那是大爷 人都比我那岁数大 弄着弄着 有人管我叫哥哥了 就一愣 再后来叫叔的 叫大爷的 再后来又过来爷爷 吓我一跳 日夜穿梭 催人老 啊 真是你不服不行 有时候看着千尔哥我都感慨 千尔哥你看那个脸那皱纹 嘴巴都搭了下来了 我好像还好一点 我也没什么皱纹 可能跟不抽烟 不喝酒 可能还是有关系的 可能可能就是 熬夜啊 喝酒啊 对这个脸有关系 但是像我们这个 也不像人家那个演戏的那个 人很在乎这 我们倒不在乎 越不在乎 可能越无所谓了 人家他们那 瞪白头发的 弄皱纹的 拉爽眼皮的 挺好 就这样吧 也有变化 你看我看侯震 就有变化 我刚认识侯震 没有这么大的脸 真的 刚认识他那会儿 他可能刚结婚吧 我觉得还就是一般人 好怎么着 突然间 松心可能是 他真是松心 他可乐之极侯爷 侯爷最早上我们这来的时候 开始该不说 我想让人家会不会 大伙说这怎么办 干点什么 让他给我当助理最早 当助理 当了一天就不让他当助理了 他懒啊 你知道吗 我们头天出去 说好 你不上哪去 助理你不能空手啊 对吧 我就把我那包给他 你拿这个吧 把我这包接回去 他把他那包递给我 拿这 真事 合着我拿他的 他拿我的 后来我们大伙杀了 说这不行啊 这个 你说我那个包这么小 他给我这么 谁伺候谁啊 这是啊 他说你想让他干点什么 就干一个 就是他拿着 他不能给我的 后来开车了 你方向盘不能给我吧 这一下干了20年 他挺可乐 很很单纯 有时候 有年不上广西录像去啊 走之前 然后他们就说 广西 咱们那旁边有海鲜市场 都是现捞上来的海鲜啊 然后就在那 就旁边海水那 现煮现吃 行 大伙说咱们去 咱们吃吧 走之前啊 这我闹肚子 也不怎么着 哎呦 闹肚子闹特别厉害啊 去吧 忍着吧 在这干活去呗 到广西落地了 我说咱们一会儿 喝点粥啊 或者吃点什么就得了 别吃海鲜 闹肚子 侯爷急了 必须吃海鲜 我怎么还必须吃海鲜 我已经徐给我媳妇了 我们吃海鲜的时候 拍给他看 就为了我们吃饭 他就拍 拍给他媳妇看 我们结果还真吃着海鲜 啊 你就连哄着他 跟小孩似的 你就怎么弄啊 不能说这个 说闲话 这信是说没完了啊 说这个 比说正文我还痛快了 是不是你们更爱听这个 没出息 听听三国多好啊 上文书咱们讲到哪了 我都爱上你们这态度了 刘玄德进许都 面见曹操 曹操真不错 迎到门口 接出来了 列位啊 这个可是天大的礼节 为什么呢 身份很悬殊 你要说到后来 未属三分天下 你算是一朝人王地主 那行 您现在防无一间 地无利拢 什么都没有 到这来 随时是能把你杀了的 还跟你那么客气 只能说曹操 会做人 这接进来 坐下来 献茶 聊闲天 曹操德呀 一劲的夸 夸刘宣德 哎呀 怎么好 那么好 有能力 会做人 如何如何的 文学水平高 定场师说了也好 小曲小调 你都会 你了不起 早晚你得攒底 这意思吧 人家客气 刘沛不能实寿 你说什么 我信什么 那就赶紧客气 不行不行 哎呀 现如今 我实在是混得不行 怎样怎样 要不然能让吕布 给我追在这儿吗 这是您宽宏大量 就是场面上的 寒暄客套 得说这个 这都说完了 草子说没问题 我奏明天子 当委以重任 我跟皇上说一声 其实不用说 不用说 这个话里得有 这个程序 我得表达出来 我不能明着说 你们管他 我这皇上 你别搭理他 就管他 不能那样 那无人臣之理 刘备就客气 是吧 这出来之后 刘备先回到自己 那个营盘那去 因为这没定下来 你不能先进来 高通好了 他先走 屋子里边 就剩下草草 坐在这也不说话 就想 想这个事 想接下来 刘备怎么安排 正琢磨着呢 犹大外边来人了 徐玉 他的大谋士 徐先生进来了 看看 俩人一看 就知道想说什么 笑了笑 坐着 徐玉坐下了 刘备来了 是啊 你有什么想法吗 杀 徐玉来 目的很简单 来了 你跟他客气干嘛 满手逮他 给逮不着呢 送过来 送过来杀吧 千万 不能留他 不能留 曹会心里来回的翻个 杀他 刘备乃是 肖雄 这是徐玉的话 肖雄 肖是野猫子 野猫子叫肖 什么叫肖雄呢 最简单的一句话 我就能给您解释清楚 什么叫肖雄 所谓的肖雄 是英雄中的英雄 叫一帮英雄 里边有一个 跳梁子 他最厉害 他现在 你看着他 投奔咱来了 寄人了一下 但是 不是长久之计 杀了他 以绝后患 曹子的心里边 其实一直就没停 杀还是不杀 杀不杀 这个问题在哪呢 如果要是杀了刘备的话 会引起公愤 因为刘备当时跟天下的那些个大儒 或者是师生 或者是朋友 所有这些个高层次人都跟这主好 你把他杀了 他这些朋友 他是代表着一个阶级 这些人就会恨你 所以这个东西不值 而且对曹操来说 现在是曹操在政治方面被孤立的时候 歇天子以令诸侯啊 这话搁着哪说也不是句好词 天下的人都恨你 尤其这是各路的诸侯 大小的官员 不敢惹你 那是不敢惹 但是心里边没有爱你的 都斜着瞧你呢 在这个状态下 你要把刘备杀了 对你自己是极为不利 所以他自己颠弄来颠弄去 我是杀他 我是不杀他 犹豫不决 循玉的态度很坚决 您别琢磨那 找死子 找踏实 这是站在刘备的角度出发 赶紧 说了几句话 循玉走了 循玉刚走 又进来四五个 都是谋臣 刘业他们都来了 没别的 您别犹豫 送到家门口了 赶紧把他杀了 大伙反正 万变不离切宗 从各个角度出发 分析这个事情 都说完了 出去了 曹操站起来 在屋里边 倒背着双手 就来回溜达 拿不定这个主意 在这会儿功夫 又打这边 进来一个人 这人一进来 曹操乐了 哈哈哈哈 奉笑啊 郭家 郭奉笑 岁数不大 曹操的最爱 你看这些个谋臣 多了岁都有 四五十都有 你别看他小 他说的话 曹操是最爱听 也赚意相信 快坐 是 郭家坐那儿 没有别的 就是聊聊刘备 死不死的事 郭家告诉 万万不可 除一人之患 而含天下似海之心 不可为 他是个隐患 你把他杀了 但是天下人为你含心 咱就犯不上 曹操乐了 哈哈哈哈 哎呀 正合我意 咱们前文书也介绍过 曹操什么事不愿意落到别人后头 哎 聪明啊 方便面 你看 我不能比你们差 你想着这主意真好啊 我已经想到了 后来杨修为什么死 不就是逞能吗 曹操是猜名语 我再跟您说一个呀 还没说他那儿 我猜着了 曹操说这你没猜着 我猜着了 那咱们承认承认吧 就类似这个事 好多回 为什么死 就是因为这个 你太逞能了 哦 所以说 郭家这个话 算是给了一个定心男 好 曹操这才决定 那就不杀他 你要不杀他 就得给他个官做 给他什么官呢 想来想去 让他做御州牧 御州牧 就是河南这边 河南为御嘛 州牧 州牧现在说就是知州 就是河南地区的负责人 给他写个伟人状 写完了 盖上章 哎 合同章 啊 会计章都盖完了 啊 这边跟皇上说一声 替您封一官啊 皇上能说什么 好的 啊 啊 你辛苦了 开心就好 又把刘备叫来 说你看了吗 天子啊 封你做一个官 这是你的 伪人状啊 好好的当官 另外呢 我建议回去之后 先不要跟吕布闹得不愉快 当然啊 找机会咱们再商量商量怎么弄吕布啊 目前你需要踏实住了 这一说刘备也就明白了啊 谢恩吧 又谢了天子都谢完了 带着人奔御州做官去了 他这走了 这个说书啊 麻烦就在这 因为整个三国它不是一个岔头 很多事情是同时发生的 我这说明它的那边会有问题 所以要同时的把这几个地方都得摆匀了 这就是一张口难说百家事 但是不管怎么样 通过这件事情 吕布跟刘备之间这个关系就再也恢复不到原来了 从政治上来说 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联盟算是彻底解散 联盟就是国家之间团体之间 个人之间公司之间为了某种目的合在一起 这叫联盟啊 三国的时候这种联盟很多 有的成功 有的不成功 因为它有不同的利益 一张口难说百家事 我得把三国这几家这不同的地 分别的当时的状况给您掰斥清了 因为分别说完之后 他们才能混在一块 才能干活的 这边呢刘备算是先喘口气吧 有工作了 带着全家人走 咱们上任 做官去喽 哎 他走了 可是之前您还记得不记得 圆门设计的时候 吕布把纪灵打发走了 纪灵是袁树派来的 来了之后别人打仗 哎 吕布呢 在圆门这儿把他的方天化戟戳好了 要给刘备袁树两家讲和 我拿着弓箭趴一射射中了 这事就拉倒了 果然射中了 他呢还给袁树啊 写了一封信 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就拉倒了 所以纪灵带着这封信得回去建袁树 回来之后 主公您看这个事 吕布给您写了一封信 袁树接过来一看 袁树这个态度现在就是啊 三十神暴跳 武灵豪气腾空 两太阳冒火 七窍生烟 袁树现在就是把火罐 三十人暴跳 是听评书的 这句话您耳朵都摸出讲子来了 三十人暴跳 武灵豪气腾空 这都听过啊 你听哪个说书的 给你们讲过什么叫三十神吗 没有啊 找他们退钱去 这不能 随便一说顺口一勒了 这不行 得给人说明白了 我教徒弟说我也告诉他 说书最要紧的不能让问住 多危险 三十神暴跳 武灵豪气腾空 这站起来 三十神是什么呀 咱们只能说保安弄出去 民间传说 每个人身上都会有这么一个复制的精灵 叫三十神 这个东西呢 很坏 他天天在趴在你身上 还挑唆你干坏事 好事他不教你 竟教你干坏事 你这一出去 马路一走 他就告诉你了 哎 前面那大爷掉一千包去捡去 你是糊涂 你就捡去了 走了走去 走到那儿 过去个大姐 他告诉你了 过去踢他一脚去 你就踢了去了 三十神 这个挺坏 挺坏的这么一个神仙不神仙 妖精不妖精的东西 他呢 没事老上玉皇大帝那打报告去 你这不嫌疑他吗 说这个玉皇大帝也得问他 怎么样啊 罗贝兴听话不听话呀 三十神就说了 不听话 背后说你坏话 咱别说说什么了吧 没意思 玉皇大帝说 你都告诉我了 详细说说吧 玉皇大帝跟咱这毛病一样 特别好奇 好奇心重 他说什么了 哎呀 能有好话吗 说你跟王母娘娘不如两口子 当然真爱神话来说 确实不如两口子 不如两口子 说你们家的闺女都不是好闺女 个个下凡 你知道吗 你说你个牛郎之女了 什么天仙佩了 张四景摇钱书 我这都是你闺女干的 哎呀气坏了 啊 玉帝气坏 这不行 这怎么办呢 三十神说弄他 弄他 哎 好吧 玉帝想一主意 下凡看看吧 有好人家有坏人家 凡是那个坏人家 给他们家作为记号 然后呢 拿蜘蛛网盖上 年三十的时候 让王灵官下戒 王灵官 你上庙里看着打鬼的那个王灵官 大红脸 拿着一个鞭 要么鬼怪最怕 让王灵官下戒 只要是家门口有这个记号 都打死 一个不留 好嘞 三十神高兴了 这回来之后 他每家都给做记号 其实他也挺糊涂的 你富在人身上 大伙都死了 你上哪住去呢 他可能没想周到 哎 这个事呢 让赵王爷就知道了 赵王爷说这不行啊 滥杀无辜啊 赵王爷定一规矩 说每家啊 你们打了蜡月二三 祭赵那天开始 做卫生 什么叫蜘蛛网 绑个脏土 擦干净了 一直到除夕 必须得弄干净了 老百姓就做卫生吧 收拾收拾 立立缩缩的 哎 蜘蛛网也去掉了 那记号也擦没了 年三十 王灵官拿着鞭来了啊 木游啊 啊 要什么木游 什么木游啊 王灵官煽动人啊 回去之后 玉帝还等着呢 怎么样啊 弄死几个 一个都没弄死啊 家家户户 高高兴兴 干净尖尖的 庆贺新春啊 啊 那就拉倒了呗 也就是这么一个小传说啊 三十神暴跳 就形容人一生气 你身上那三十神都蹦起来了 三十神暴跳 武灵豪气腾功 武灵知道吧 退前去 哈哈哈哈 武灵是五种锐兽 龙凤 骑龟 骑鱼 龙都知道 啊 听不见 叫龙 飞的那个吧 龙凤都知道 麒麟也知道 我儿子啊 过去还有那个龟 人家说这东西都是神仙 啊 这龙凤骑龟 大家都知道 骑鱼呢是传说中的一种锐兽 那骑鱼不是周鱼啊 哎 骑鱼 骑鱼这个长的呢 狮子脑袋 狮子脑袋 老虎的身子 这个尾巴跟身子一边长 身上是白地儿 黑花 说这东西最善良 连青草都不采 不吃活物 要是能骑上它 一天能走一千里地 这么个锐兽 我想了又想 你说他说的是不是雪豹 是吧 大肠尾巴 白地儿黑花 脑袋跟牧狮子似的 身子跟老虎似的 估计那会儿人没见过什么 那雪豹当这个了 可能是吧 反正就说这五种锐兽 武林豪气腾空 觉得一生气也不爱着人家武林神兽什么事了 反正就这么形容词 当时袁术是很生气 太不像话了 不行 钓兵马 打绿木 我之前给他送了那么些个粮食 我那目的就是 你看我给你送粮食了 咱们俩相好 这回刘备这个事 你得帮我 你不帮我不行 你来这么一套 我送的李也白送了 我们这么大一纪灵将军 来来回回就带封信回来 这是大将 你拿他当快递不行吗 是不是 不行 逮兵马 打吕布 季灵就拦着 逐公女息怒 他不希望打 为什么呢 我们把这画面倒回去 原门设计的时候 这个屋里边这坐着刘备 这坐着吕布 季灵一进来 一看见刘备扭头就走 上文书咱们讲了 他这个头一名九左右 他望外一走 吕布追出去 一毫脖领子 夸给拎回来了 啪扔到地上 估计这个阴影面积太大 所以今儿他劝他 不能打 有话好商量 这个打得不合适 哪有什么不合适 咱们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为什么不能去打他 哎呀 还是这样的 啊 我觉得啊 您应该跟吕布啊 做门亲 打 没有意义 咱们来个软的 跟他做亲 袁树就愣了 我认他当干爹啊 吕布有一个女儿 年以吉吉吉 列维知道这意思了啊 哎 年以吉吉 十五了 小孩啊 不管是男孩女孩吧 小的时候呢 你看这头发啊 打当劲 分开了 输 输一小小抓紧 一边一个啊 输这么俩小抓紧 这叫羊角 老啊 闺女小子都这样 但是到了这个十五岁了 姑娘就不能输这个了 把头发重新弄好了 她会有一个三子 这三子叫鸡 一个竹子头 顶一个开始的开 把这个别在这儿 其实就是代表孩子成年了 这吕布有一个闺女 今年呢 十五了 您这不有一公子吗 我建议 两家 做亲 其实像这种做亲 就是政治上的联姻 它都是有目的 你俩孩子谁没见谁啊 那不像现在似的啊 这是您出去上园子听像去 一看那坐一姑娘乐着嘎嘎的啊 你爱着不行了啊 你过去跟他俩人搞对象 这是 那样的年头哪有这个机会啊 那相隔多远呢 但是从政治角度出发 这个是需要的 跟他成本亲 这个之后 如果说再打刘备的话 吕布就不参与了 这叫书不奸亲之计 说这个玩意儿可累了 你知道吗 我跟你们讲这个童话故事啊 来个老山羊啊 小黄牛那好书 唯独说三国不好书就在这 这个人讲书不奸亲 书不奸亲呢 战国时候的事 魏文侯打算选一个宰相 张三还是李四选谁这俩 这个张三呢 这是朝里边大臣 李四呢 是我一兄弟 这俩里边挑一个要当宰相 挑谁拿不定主意 问自己的谋臣李克 李克你看这俩 谁合适啊 李克就说这么句话 书不奸亲 怎么呢 这个玩意儿 我跟您再进 也没有那里边有您兄弟 就是我们外人 不掺和你们自己人的事 打那起留下这么句话 书不奸亲 后来定计的时候有这个吗 你比如说 有一天 吕布的女儿 嫁给了袁树的儿子 他们是儿女亲家 那袁树要再打刘备的话呢 那就是不一样了 吕布就不能管了 这叫书不奸亲 他说了这么一个主意 袁树想又想 道是也有道理 好 那就派人去吧 因为这个玩意儿父母之命 媒朔之言 父母之命是爹妈都得同意 媒朔之言 得有媒人 媒朔是俩字 这俩字都是媒人的意思 媒是南方的媒人 朔是女方的媒人 这叫媒朔 派人去吧 选自己手下的一个大臣 叫韩印 赵黄印的印 韩德仁 您来一趟吧 好 我上哪去 你去趟吕布那 我为什么要去吕布那 你上那宝梅去 那行嘞 写吧 写信吧 袁树这刷刷点点 亲爱的布布 吕布是不知道 我给他起了这些个外号 这样的话通俗易懂 因为说这种书 你不是非得坐在这儿掉书袋 跟那逞能 我会多少多少 没有意 得让人听得明白 还能听得进去 这是最重要的 亲爱的布布 我有一儿子 听说你有一大胖闺女 让他们俩做个小两口 以后咱俩就吃庆家了 这都写完之后 盖好了章弄得了 准备一份厚礼 你去吧 韩印挺高兴 因为这个事这是说明了 拿我当自己人 外人能来干这活吗 好好好 我这就去 规制好的东西 由这儿出来 去见吕布 道上没有什么事 一路无书 就来再聊吕布这儿 到这儿把信递过去 您瞧瞧不 吕布接过来看看 还挺高兴 哦 哦 袁叔要跟我做庆家 那个这个事啊 哎 你等一会儿 我呢 问一个人 大家点击下方的 免费订阅按钮 订阅华语 开启愉悦 感谢您的观看 您的评论和转发 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谢谢